凌晨 詞曲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好我們就從第一章的部分開始討論起 那麼第一章的這個標題就是政治 與政治 與政治學 大概就是作為一個政治學的一個 一開始的一個簡介 或者是一個序言 如同我們看到第三頁這邊 一開始所談到的 最近這些年來 在美國由於這個 一些健保的改革 一些大企業的紓困 還有一些聯邦預算赤字的一些問題 使得許多的美國人 最近這幾年又逐漸的 對於政治感到的一些興趣 因為長期以來 其實美國人對於政治是滿冷漠的 但是這幾年來似乎 有越來越多的一些學生 或者是一些比較 社會中間的中間分子 對於政治逐漸又興起了一些興趣 當然最重要的一個 這個參考的指標 就是這幾年來的 美國的總統大選的投票率 有回溫的現象 比如說各位看到課本的第六行這邊 所說的這個很重要的字叫 Turn out 我想呢 政治系的學生一定要認識這個字 Turn out 就是指的字 這個投票率 那麼 舉例而言的話 我查了一下資料 最近這些年來 美國的總統大選 他的投票率分別是 我寫在黑板上提供大家做個參考 好這是最近四次的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率 那麼從這個跌到谷底的就是96年那一次 已經只有將近如同課本所說的 將近五成的投票率 但是呢上一次的2008年已經 各位看到最近的幾次 一次比一次高一些 那麼到了2008年的時候已經回到六成以上了 63%的這個投票率 那當然今年2012年 馬上就要舉辦選舉了 美國的總統大選是什麼時候啊 那麼他的總統大選呢 今年應該是在11月的6號 其實他的投票日是非常固定的 那麼美國的選舉日一定是 我們以後會談到美國的這個選舉的一個流程 好跟他的選舉的制度 那麼美國的選舉日一定是西元的偶數年 偶數年我是指聯邦層級的選舉 像是這個國會選舉跟總統大選一定是偶數年 今年是2012嘛是偶數年對不對 那麼他一定是偶數年的11月第一個星期一之後的 星期二 所以這很容易很容易查到他的選舉日 比如說今年的話 你可以發現11月的第一個星期一是11月5號 那第一個星期一之後的星期二 就是11月6號 好所以過去200年未來200年 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日都是固定的 就是偶數年的11月第一個星期一之後的星期二 我不是在說繞口令 那麼大家就為什麼要這樣子 很顯然的如果說11月1號是星期二的話 那麼他的投票日就應該是11月8號 各位了解意思嗎 必須是第一個星期一出現之後的那個星期二 是他的這個總統大選日 所以你可以查一下今年的話就應該是在11月6號 那當然今年的投票率是多少 我們還不得而知 當然應該不會太低 應該不會太低 因為今年的話目前看起來的話 歐巴馬跟羅姆尼兩個人的競爭 還算是蠻接近的 那基本上說起來的話 如果總統大選的競爭越激烈 相對而言投票率就應該不會太差 但是會不會高於2008年的63.0 那當然很難很難講 我們還要再看實際的一些這個狀況 但是因為今年第一個呢 因為這個競爭的激烈 第二個因為最近其實這些年來 美國國內的所謂的意識形態的 這樣子的一個對抗 越來越嚴重 就是所謂這個以後我們會談到 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的對抗 那麼最近其實因為健保的一些方案等等 使得美國的這個所謂的這個社會分歧 在意識形態上的這個差距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或許對於投票率也會有所影響 那台灣呢 相對而言台灣的投票率 我們說過美國實質上 他的投票率呢 一算一項不算太高 然後呢 這幾年有稍微回升的現象 當然會引起一些學者的一些關切 台灣的總統 我們如果還同樣是 以總統大選的投票率來看的話 我在這邊也提供各位一個 這個參考的數據 這是我們 自從96年有總統大選以來 歷年的總統大選的投票率 你可以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我們首度所舉辦的總統大選 因為雖然是第一次 但是事實上那次競爭不是很激烈 因為大家都知道李登輝一定會當選 後來李登輝也果然是以54%的得票率當選 超過半數當選了總統 那麼當時的幾位挑戰者 其實完全沒有辦法跟李登輝競爭 所以投辦率相對而言不算太高 76.04 那麼總統大選投辦率在台灣 最高的一次是在2000年 那麼高達了82.69% 那2000年大家都知道呢 因為競爭非常激烈 並且是三方競爭 那麼陳水扁 連戰 還有宋楚瑜 當時其實候選人有五組啦 有五組候選人 還有一組叫做許信良 還有另外一組叫李敖 另外兩組我們就把他忘記了 那麼這三組的話 那麼因為這個連送扁的競爭 非常非常激烈 當然也帶動了整個投票率拉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點 82.69% 但是從此之後從2000年之後你可以發現 當然台灣也可能 當然我們等一下會談到 也可能進入到了一個民主鞏固期了 大家對於政治的狂熱也漸漸的逝去了 所以投票率的一路下滑 一路下滑 那麼每次下滑大概兩三個百分點 那麼2000年82.69% 2004年80.28% 2008年76.33% 那今年1月14號所舉辦的二合一選舉 投票率只有74.38% 並且總統大選的投票率比立法委員的投票率還稍微低一點點 各位相信嗎 我們的立委投票率還略高於總統大選的投票率 那這是2012年 當然我們已經舉辦過了 那美國這一次呢 今年會怎麼樣不曉得 那我們的立法委員投票率的話 其實也很有趣 那麼過去三次的選舉 投票率呢 分別是2004年那次的話 投票率是59% 59%不到六成 那麼2008年那次呢更低到58.5% 那麼今年跟總統大選合併 投票率一下暴增 從58 59一下暴增成74點多 74點多 那麼當然也是因為二合一之固啦 二合一之固 那麼但是呢 無論如何你可以發現 台灣的總統大選委員的話 七成八成的投票率算不算高 我可以告訴各位 以全世界的角度而言的話 不算太高 大概頂多是中等 頂多是中等 而我們立委選舉 因為今年跟總統大選合併 暴增到76 過去的話大概是六成多 甚至五成多 我們的國 如果以同樣的 國會議員的標準來言的話 台灣的 國會議員的選舉的投票率 在全世界 算是後半段 後段班的 你不要以為台灣什麼政治參與 都那麼熱烈 錯 那是錯誤概念 我們以投票率來言的話 我們國會議員的選舉投票率 一項都是排在後面 就像是歐洲國家 比例代表制 他們只選黨不選人 但是一般來說很多歐洲國家 包含像德國啊 北歐的國家 投票率通常都是七八成以上 都是七八成以上 台灣我們只有競選過程非常熱烈 可是投票率卻不太高 請注意這不太一樣 競選過程非常熱烈 很多人上街什麼遊行啊 什麼氣球跑來跑去的 其實插的到處都是 可是真正的表現 投票率的不算太高 當然有許多的一些因素造成 比如說我們沒有什麼 不在籍投票 對不對 百萬的台商 基本上能夠回來投票的非常少 等等 很多人當兵 求學 工作 在外地的人都沒有辦法 回戶籍地投票 所以這個因素都會造成 台灣的投票率其實不算太高 這也提醒各位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回到課本這邊看到的 就是說事實上 雖然總統大選以美國來說的投票率略為回升 但是以美國的投票率而言的話 在全世界而言都算是蠻低的 全世界其實民主國家裡面 投票率有幾個國家 一向都不高 一個是美國 一個是瑞士 瑞士因為一天到晚投嘛 國民投票那麼多 另外呢日本 所以呢如果說我們台灣 你不要說台灣一天到晚就要看美國 啊美國投票率那麼低 所以我們投票率很高 錯 你不要光跟美國比 要看看其他的西方國家 很多歐洲國家投票率都是非常高的 好 所以這個情況也就是說 我們會完全是以美國為師 美國是什麼 就以為全世界都是這樣子 事實上並不 並非 並非如此 那麼當然以美國來說的話 投票率一向不算太高 好不算太高 當然這會引起了 一些學者的一些思考 好以美國一個那麼民主 成熟的國家而言的話 為什麼反而會出現了許許多多的 我們這邊稱為叫做 去政治化的跡象 好各位看到這個 我們看到第三頁呢 大概第八第九好像這邊 depoliticized 好所謂的去政治化 那麼什麼叫做去政治化的跡象呢 也就是說許多的人 似乎呢不太願意談論政治 對政治沒有興趣 或者是說不太願意參與一些政治的一些活動 好尤其是以年輕人為主 幾乎當然這不僅是在美國 甚至全世界的國家都如此 年輕的族群 好用最簡單的指標來看 投票率 你越是年輕的族群 越不喜歡去投票 好投票率一般來說最高的 往往都是五六十歲以上 甚至更高的一個年齡層 年輕人三十歲以下的 反而投票率是最低的一個族群 當然為什麼會這樣子 很多人說因為年輕人事實上 覺得政治距離他們太遙遠 或者說很多年輕人是比較抱有 理想主義的色彩 看到實際的政治現象 一團混亂 覺得大事所望 都是爛蘋果 我們就不想參與等等 所以很多很多的因素呢 造成了一些年輕世代 在世界各國 都是有所謂的去政治化的跡象 我想各位你們在同儕之間 大概也很少會談論政治 一談到政治就殉掉了 對不對 政治怎麼那麼熱衷於政治 蠻奇怪的 寧願多談談一些其他的東西 所以說事實上這種去政治化的現象呢 會讓一些政治學者引以為憂 如果年輕世代都不願意談論政治 甚至不願意參與政治 像是投票的話 那麼等他們長大之後 或許呢整個的政治參與 在很多民主國家會越來越的視為 那當然這是一個危機啦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會讓一些學者擔心 儘管以美國而言的話 投票率這幾年來雖然有所提升 可是呢還是許多的人 會擔心這種去政治化的一些現象 當然為什麼呢 如同我們剛剛所說的 很多人會認為說 哎呀政治是很窩囑的 很骯髒的 或者是說政治距離我們太遙遠 甚至我們投一票又怎麼樣 又不能改變一些什麼 這些因素都會讓很多人 不太願意參與這個政治 那當然這會被很多學者 認為是一個危機 但事實上也有一些學者 他會做另外一個層次的一個思考 他們就會認為說 其實一個國家 如果以投票率為指標來看的話 到底多少的投票率算是適當的 你可以發現很多國家投票率很高 並且高得嚇人 對不對 像他以前過去伊拉克 什麼海山當總統的時候 投票率動輒就是九成幾 那是一種好的現象嗎 很多國家比如說像那時候這個伊朗 要實施這個伊斯蘭憲法 把巴勒韋去除 用公民投票來決定這個新的政體 投票率都是百分之九十幾 所以其實很多人認為說 在某一些國家投票率高到嚇人 甚至非常高度的熱衷參與政治 對一個國家未必是一個好事 一個國家如果大家都是非常熱衷於政治的話 不見得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當然如果大家都不參與政治也不太好 所以當然在一個比較成熟民主的 一個穩定的國家的話 投票率其實不會太高 但是當然也不能夠太低 當然也有人說其實大概六七成的投票率 就算是合適的 七成多大概一個國家大概有 終究會有一些人對政治是興趣不大的 對不對 或者說平常沒有太大興趣 可是選舉的時候還是會去投票 所以其實投票率的話它的高低 作為一個指標是可以 但是不是唯一的指標了 但是無論如何的話 那麼投票率很多人會說 其實在一般以美國來說的話 他們會認為說 其實因為政治上也沒有太大的一些特殊問題 大家經濟穩定 生活都很正常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他們很多民眾可能會關切是其他的事物 不見得都是會把心思放在政治上面 而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投票率當然就不會太高 所以這個投票率的高與低 其實在政治學上也並沒有一個定論 到底是高到什麼程度 或低到什麼程度 才是值得討論的 那以美國來說的話 五成多的投票率 六成多的投票率 有些人認為是值得擔心的 可是也有些人認為說 so what也沒什麼太大關係 美國還是繼續往前進 也沒有太大的這個危機的 民主的危機會出現 當然我們也必須強調 如果投票到了21世紀的今天 事實上參與政治投票當然是一種主要的形式 但是我們也知道事實上 目前參與政治的形式會越來越多元 比如說現在網路普遍之後 很多年輕人他們所關切的政治 可能在網路上 這個很快的發起一些活動 也會引起很多人的關注 對我們所看到的最近幾年的阿拉伯之春 可能就是透過臉書 透過網路的串聯 而造成非常重大的一些影響 所以事實上很多人認為說 我現在參與政治的形式 其實方式也非常非常多 並且所造成的影響力 也是非常的這個龐大的 那麼這個 當然也有人會懷疑說 像臉書的話 像這種參與的話 到底它實際效果為何 還是值得思考的 我們時常聽到一句話說 這個叫萬人響應 無人到場 對不對 大家按讚按讚很高興 到時候甚至去現場 沒有人參加 所以很多情況之下 當然這一方面都是值得 我們繼續思考的 我們現在參與政治的形式 從審議式的民主 到這個電子網路的普及等等 那麼其實參與政治的形式 除了傳統的 什麼上街示威遊行 什麼聯署 或者是投票之外 其實還包含了各式各樣不同的方式 那我們年輕世代 選擇關切或參與政治的方式 其實跟過去也可能 會有很大的一個差異性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看到這個第三頁下半段 這邊所說的 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體認到說 其實政治至關重要 那麼無論你參與的形式是什麼 無論你關不關切政治 但是無論如何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politics matters 政治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如同課本這邊所說 如果說你對於政治沒有興趣 你對於政治不參與 自然會有人有興趣 自然有人會參與 你不去影響政治 自然會有其他人會影響政治 那麼而政治它所牽涉的層面 又是如此的這個廣大 又是如此影響的深遠 那麼所以說無論如何 如果說大家都不參與 大家都很討厭政治的話 那麼只有會造成我們所說的 劣幣驅除良幣的效果 劣幣驅除良幣的這個效果 那麼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到最後還是所有的人都會受害 我們舉個最明顯的例子而言的話 以台灣來看 我們觀察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比如說台灣的地方基層選舉 像是鄉鎮市民代表 或者是縣市議員選舉 你可以發現幾十年前 許多地方上當選縣議員的 往往都是地方上 被德高望重的一些士生階級 在地方上還受到滿多人尊重的 可是曾幾何時 尤其是二三十年來 你可以發現地方的基層 像是我們說鄉鎮市民代表 或是說縣市議員 有非常多的一些人 他的身分是黑道 尤其像鄉鎮市民代表 時常說我們的地方上是所謂 黑道漂白的最佳管道 幾百票就當選了 選個縣議員 可能兩三千票就當選 對很多人而言 利用什麼幽靈人口 利用買票的手段 當選個縣議員 投資個幾百萬 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以前你經營賭場 被警察追著跑 現在當選縣議員之後 叫警察局長過來立證帳號 所以對很多人而言 這是個很好的投資 但是也因為如此 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年來 縣議員的水準越來越差 黑道的比例越來越高 然後他們這些人當選之後 然後選出來的議長 副議長在很多地方 或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 你看看 具有黑道身分的比比皆是 然後他們操控了整個縣市的預算 他們決定了 或者說監督了整個縣政府的施政方向 然後很多東西 我們都知道很多縣議員 包工程 小額統籌分配等等等等 然後這個品質公共工程的品質越來越差 而到最後事實上是每個人都受害 所以隨著劣幣逐良幣的現象是怎麼樣 我們可以發現越來越多年輕人 事實上他參政是沒有管道的 他也不願意參與 你說叫我們去跟那些黑道人混在一起 很多人不願意去 而漸漸漸漸的 甚至像鄉鎮市民代表會的選舉 投票率都滿低的 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那麼很多好人不願意參與 年輕人不願意參與 那麼地方基層始終就是給一群特定的人士 或派系人士所把持 然後整個的地方政治生態就越來越惡劣 這是一種循環的現象 所以我們剛才說過 如果你不參與 自然會有人參與 好的人都不投入 自然會有其他人投入 但是他們決定了你的一些福祉 決定你的未來 好 台灣目前似乎呢 也碰到類似的一些這個 一些這個現象 所以當然 如果我們都知道政治是重要的 政治至關重要 政治影響的層面非常非常廣 我們時常會說 與其詛咒四周的黑暗 不如 這好像在說教 不如點亮這個一根蠟燭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有更多人 關切 了解 甚至能夠改變政治 好 這才是我們期望 好 未來台灣也好 好 整個世界的政治呢 會逐漸的朝向正面的一個發展 這裡有個比喻很有趣 各位請放到第四頁 我們 就我們政治系而言 我們是在研究政治學 做一個政治學的研究 你不見得要喜歡政治 好 這邊所舉例子很有趣就是說 就如同一個生物學者 他在顯微鏡下要觀察一個病 這個可能會造成這個 引起疾病的這個細菌 一個生物學者研究細菌 了解他的一個成長過程 了解他可能會引起疾病的一些途徑 然後試圖來這個 來發明一些方式來抑制這個細菌的生長 或是說能夠治療人類的疾病 所以生物學家研究細菌 但是他並不見得要愛上這個細菌 或者是要痛恨這個細菌 看到這個顯微鏡下 看到這個細菌在那邊游走很生氣 就把那個玻璃全部打碎了 我痛恨他 不需要嘛 對不對 你不需要喜歡或不喜歡細菌 但是你可以從事細菌的研究 同樣的政治學也是如此 你不見得要非常的熱愛政治 你也不見得要非常痛恨政治 但至少你把它當作一種現象 那麼我們需要了解他 因為我們知道他很重要 他很重要 當然這邊會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 各位先跳到後面第五頁的 這個key concept來看 叫做never get angry at the fact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不要對事實生氣 不要對事實生氣 那麼它是一項事實 它存在在那邊 如同我們現在所面對的政治 就是無論你喜歡他 你不喜歡他 你看到他的一些優點 或看到很多他的缺點 但他究竟 他是一項事實 好 如同這邊 課本這邊所提到的 引用的是這個 過去德國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哲學家 這個黑格爾所說的 那麼 whatever is real is rational 好 那麼他的意思就是說 事出必有因 凡是這個所謂的真實存在的 他可能都是合理的 他一定有他存在的理由 所以說你不必對他生氣 比如說我們研究政治學的 你說像我們自己在研究政治學 從事政治的教學 很多人都會 我想包含各位在內 最常會碰到一句話 我在大學的時候也是如此 一有親朋好友 看來你念政治系 哎呀 你是不是要從政啊 你是不是要當政客啊 那我說我研究政治 未必一定要從政 對不對 我未必一定要當個政客 我們從事政治學的研究 因為我們知道政治學 是一門非常重要的學問 那麼而他在台灣的運作 在各方面的運作 或許有他的一些問題 但是這才是我們需要研究 如果都沒有問題 有什麼好研究的 所以我們用這句話說這個 whatever is real is rational 那麼事出必有因 他那麼很多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比如說我們不必對於很多事實生氣 我們看到目前台灣 有許多的一些比如說政黨的惡鬥 對不對 有許多的比如說這個 這股會的議事效率非常低落 或我們剛才所說的 我們台灣的一些 這個所謂基層的這個 這個民意代表素質非常的不好 它都是可能是具體存在的事實 重要的是我們從事政治學的研究 你不見得要對他生氣 當然很難說不生氣 因為人到底是一個感性的一個動物 我們看到很多現象 我們當然會有七情六欲 可是無論如何 作為一個政治學者 作為一個政治學的學生 我們必須要分析 他為什麼會如此 比如說在台灣 我們可以發現 過去的一些意識效率品質低落 許多立法委員問政荒腔走板 它有很多存在的原因 包含了政治文化的因素 包含選民的一些投票的行為 包含了制度面的因素 它有很多因素所造成的 比如說制度面的因素而言的話 很多學者發現 因為台灣過去的立委選舉採取 我們以後會談到 比如說是複數選區的 單季非讓入投票制 使得每個立法委員 他只要獲得特定的少數 就足以當選 他不需要獲得多數的認同 所以每個立法委員 所極力爭取的是 特定少數的選民的選票 所以當然很多學者開始倡議 我們是不是要改革選舉制度 從所謂的複數選區制 改成了所謂的單一選區 改成單一選區 使得每個立委至少 他在選區裡面 要獲得選民的多數的支持 而多數的支持 情況之下的話 你必須要爭取多數 你就不再爭取特定少數 而過去立委那些走偏峰 採取極端手段 就會漸漸的減少 當然改成單一選區 不是萬靈單 他會有一些相對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負面影響 比如說很多選民 很多的立委 可能更重視選區的服務等等 所以很多學者開始思考 我們是不是要用聯力制的方式 可能一半單一選區的 一半比例代表 就會有各種方式的提出來 試圖來改變 你可能會憤怒的一些事實 這是政治學者所從事的工作 而當然對政治學的學生而言 你也必須知道他的原因 你才能夠思考如何來改變 這樣子的狀況 這是我們從事政治學的一些 一些這個態度 所以說你不要對事實生氣 而重要的是政治系的學生 政治系的學者 跟其他一般的民眾最大的差別是 你了解他的原因 然後你試圖能夠提出一些藥方 來改變他 當然事實上不見得所有事情 都可以提出藥方 也說我們也會滿有強烈的無力感 但至少你會比別人更多一層的認識 你希望能夠做一些事情 那當然其實做到這邊 我們也可以做一些補充 一般來說 我們從事政治學的研究 還有當然其他的社會科學如此 我們會基於幾個重要的假設 我們做一些補充 來做進一步的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剛才說過 我們不要對事實生氣 許多事實的存在 它是個客觀存在的事實 而重要的是 我們認為它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基本上從事政治學的研究 我們會 基本上最簡單的 我們會考慮這三個重要的假設 我們為什麼要從事政治學的研究 第一個假設是 我們認為政治學是 assumption of importance 我們是基於重要性的假設 我們認為政治是重要的 當然我們等一下會進一步會談到 甚至亞里斯多德已經說過 政治是所謂的首要 master science 首要科學 因為它影響的層面是最深遠 最廣泛 因為我們知道政治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想要研究它 當然這中間牽涉到什麼問題 所以當然也牽涉到我們 以後研究的一個範疇 基於政治學是重要的 這樣子的假設 所以我們會從事所謂的 normative analysis 那麼我們剛才所說的 社會科學也罷 政治學也罷 我們為什麼要研究它 第一個假設 就Why should we study political science 我們為什麼要研究政治學 第一個假設就是說 我們基於它 它是重要的 當然這點我想 這個我們不用多加解釋 大家都知道政治是很重要的 那麼因為政治是重要的 基於重要性的假設 所以政治學裡面 會有非常大的一部分 我們會從事所謂的 normative analysis 所謂的規範性研究 規範性研究 什麼是重要的 什麼是不重要的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什麼是錯的 我們會認為 為什麼會認為說 貪污是不對的 清廉是對的 戰爭是錯的 和平是對的 威權獨裁是不好的 民主政治是比較好的 很多的 關於政治學的研究也罷 社會科學研究也罷 它終究有一些 right or wrong的問題 對或錯的問題 整個政治學的發展 整個政治的一些思想 也是從過去到現在 兩千多年來 人類不斷在改變 過去我們所說的 存在的 它是存在 可是它不見得是對的 我們希望提出一些 更好的一些標準 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不好的 然後希望整個人類生活 朝向更好的一方面發展 比如說我們常說 19世紀的時候 炮箭外交 不認為是錯的 對不對 很多國家會用武力 來追求外交的目標 所以對不對 那時候中國 動不動就被什麼 英法聯軍 八五聯軍來打 沒什麼不對 他們用武力的手段 來追求他們的 外交目的的達成 打贏了你 然後逼迫你 可是到了21世紀的今天 大家都知道 在聯合國憲章下 任何國家都不能夠再以軍事武力 來追求外交目標 因為他們認為那是錯的 政治裡面有對有錯的問題 我們過去認為威權統治 對不對 君主政治沒什麼不對啊 國王就應該有很大的權力 甚至可以取得 可以剝奪人的生命 可是現在我們認為這是不對的 關於人權的議題 包含像死刑 是不是應該存在 終究在政治學的討論裡面 有許多是關於對跟錯的問題 有許多是關於跟道德有關的問題 這是政治學研究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當然 我們說過 因為很多事情它是重要的 很多事情它是有對錯的問題的 而從事這一方面研究的 我們稱為叫規範性研究 當然它一直都是政治學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當然從今天的話而言的話 我們實際上說就是從事所謂的政治思想的研究 各位在政治系裡面以後會接觸到一些西洋政治思想 中國的政治思想 中西方對於很多一些觀念一些看法 很多政治的一些事物 管理眾人之事 怎麼樣是對的 怎麼樣是錯的 怎麼樣是應該的 怎麼樣是不應該的 所以當然用個簡單的說而言 研究這一方面的一些 它基於重要性的假設 它所發展出來的規範性的研究 它所問的問題是 It should be the 問題 它不僅想要研究的是 不是說凡存在的就一定是合理的 更重要就是說凡存在的它有沒有可能改善 它是什麼固然重要 它應該是什麼可能更重要 像我們剛才所說的對不對 這個威權獨裁的統治形式 它存在了幾千年 在中國也是如此 在台灣也是如此 但它不應該是我們人類的政治生活應有的形式 我們希望追求的是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當然它有很多缺點 比如說中國大陸會很多人 一樣笑台灣 你看看你們的立法委員整天打架 可是他們都滿羨慕的 而我們在台灣很多人批評我們的民主政 你看民主政是搞什麼嘛 意識效率又差什麼 可是問你說你願不願回到從前 也很少人會願意再回到那種威權的時代 那種白色恐怖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 所以即使現在有缺點 但是我們認為終究它是比過去來的更好 當然還有可能改得更好 但至少現在會比過去好 它有對跟錯應不應該的問題 政治學裡面提供我們什麼樣的判準 來看這些事情 好這就關於政治哲學政治思想方面的研究 這是政治學裡面第一個 我們基於重要性的假設 我們研究政治 第二個呢我們基於所謂的understandability 所謂的了解性可了解性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想要了解為什麼 它的原因像我們剛才所說的事出必有因嘛 對不對很多現象為什麼會存在 為什麼在台灣我們的半總統制跟法國的半總統制不一樣 同樣就是這個所謂的這個病例混合制 但是在日本的運作跟台灣的運作也不太一樣 很多事實的隨著我們剛才所說 為什麼基層的民意代表 它的素質從過去到現在反而越來越退後 我們想要了解為什麼 因為我們心中有太多的疑問 我們對於政治世界所發生的很多事情 我們想要了解它的原因 為什麼 因為我們基於這個假設 這個assumption of understandability 基於我們想要了解 人都有好奇的動機 我們希望對於很多事情進行了解 那麼當然基於這個假設呢 我們會發展出所謂的empirical analysis 所謂的經驗性的研究 經驗性研究 經驗性研究是政治學裡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他所問的問題呢 就跟剛才的規範性研究不太一樣 他所問的是 It is 什麼 它是什麼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我們希望發掘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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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建立通則 我們希望進行一些事情的 複雜的現象的歸納 我們希望能夠提出理論 這是做所謂的經驗性研究 當然以後我們還會談論很多類似的問題 那麼我們希望把很複雜的事實 這個reality 我們希望做一些歸納 當然這是最主要以後各位學的統計學的工作 對不對 很多事情我們希望做一些分類 做一些歸納 做一些簡化的工作 我們希望提出一些通則 這次在做經驗研究最主要的一些關鍵的字 我寫在黑板上 政治現象非常複雜 尤其是我們面對一些人的問題 這麼複雜的reality 我們是不是在這種各種錯綜複雜的事實裡面 我們能夠做一些classified的工作 做一些分類的工作 比如說在政治學裡面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一個人叫亞里斯多德 他是第一個做這種事情的人 世界各個國家的憲政體制 每個國家都運作的不太一樣 那麼政治學者大致上可以把它分為幾大類 我想各位可能耳熟能詳 一種叫做總統制 一種叫做內閣制 一種叫做半總統制 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較少見的一些形式 像是委員制等等 然後在半總統制之下也有很多的次類型 那總統制的話 每個國家運作也不太一樣 即使是內閣制 我們也知道日本的 德國的 英國的也不太一樣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在做classified的工作 我們在做分類 好這就是所謂的比較政治研究 這就是所謂的經驗研究 我們在做所謂的簡化的工作 對不對 每個國家的政治運作這麼複雜 可是從中間我們可以把它簡化找出來 你只要符合這幾個原則 他就是什麼什麼制度對不對 好比如說半總統制 可能各位都背得很清楚 有一個這個民選的總統 有一個要這個 這個行政權是由總統跟總理分享 然後有一個對國會負責的國 這個總理所領導的政府 只要符合這個原則 他就在半總統制 我們在做簡化的工作 對不對 放開法國憲法這麼多條 放開中華民國憲法這麼複雜 可是我們從今天發現 只要符合這幾個原則 他可能就是叫做半總統制 那如果是權力分立的制度 像美國的話 三權分立 總統跟國會 分別由民眾選舉產生等等 你只要符合這原則 他可能就叫做總統制 我們在做簡化的工作 很複雜的現象 你不需要花很多時間 提出很多的論述說明 你只要符合一二三三點 他就是什麼什麼東西 當然簡化有他的 有可能他有他的一些缺憾 但基本上的話 很多的一些學術研究 就是做這些事情 那麼另外呢 我們在做通則化 generalize 我們可以發現 很多的全世界的 各個不同的選舉 這麼複雜 但是我們希望從中間 找出一些共同的原則 好 比如說一個國家 你是實施單一選區制 這個國家我們可以預測 他很可能會導致 兩黨政治的出現 一個國家如果實施是比例代表制 我們可以發現 這些國家多半都會形成的是 多黨制 對不對 這是個generalize 一種通則化的一種建構 當然他可能會有例外 他可能會有例外 好 比如說加拿大是單一選區制 基本上他不是一個標準的兩黨制 好 奧地利實施比例代表制 可是基本上奧地利就是兩黨制 他會有些例外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 在政治學裡面 在社會科學裡面 只要你所提出來這種因果關係 是能夠解釋大多數正常的現象 那麼他的這個通則化的工作 就可以算是有一定的一個成效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在做 所謂的政治學 基於understandability的假設 我們希望從事所謂的經驗性的研究 當然經驗性的研究 無論是在做分類 做簡化 在做通則化 都是對於事實 非常複雜的事實 我們希望做一些描述 描述的工作 而我們希望 終究是希望建立theory 建立理論 建立theory 建立理論 這是經驗性研究的一個工作 當然也是目前政治學裡面 所從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好 這基於所謂的 可了解性的這個假設 那政治學研究呢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假設 就是所謂的controlability 可操控性 我們知道什麼事情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我們知道他為什麼會如此 我們希望能夠找出他一些因果關係 我們希望建立理論 而重要的是 對於其他的一些學者而言的話 他希望能夠提出 prescription 提出藥方 對於另外一些學者而言的話 他可能不是純粹基於說 我只是學術性的 想要建立一些理論 建立一些通則 我不是只是想要判別什麼是對的 是錯的 而重要的是我能夠提出藥方 能夠改進 當然這一方面的一些學者 他們所從事的是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 對不對 有什麼樣的方式 我們能夠提出來改變目前的狀態 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可能我們可以發現 過去台灣的立委選舉 所選出的立法委員 可能是不符合 當代民主政治運作的常軌 我們希望能夠改革 提出了單一選區兩票制 當然他不見得是最好的一個制度 到最後我們發現 可能他還是有一些政黨妥協之下的 一個過程 可是無論如何 他可能改善了過去的立委選制之下 所以產生立法委員的一些 立法行為的一些狀態 我們希望提出一些改革的措施 台灣過去的憲政運作 可能出了一些問題 經過了七次的憲改 廢除了萬年的這個國會 然後我們希望建立一些新的制度 我們希望提出一些政策的一些變革 健保實施之後 可能未來越來越負擔越來越大了 所以他有所謂二代健保的提出 對不對 希望改變一些這個方式 來對於政策上能夠做一些調整 所以這也是政治學研究的一些這個目標 他們希望就是說能夠操控 對不對 我們希望對於現狀 不僅是他存在 我們希望他了解他是對或錯的 然後他是什麼 然後我們希望做一些改變 好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政治學的一些基本的假設 我們基於政治是重要的 我們基於政治我們是可以了解的 我們基於政治他是可以被控制的 而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那麼我們才會從事政治學的研究 事實的存在 每個人有不同的價值觀 你可能喜歡他 你可能不喜歡他 但是我們所希望從事的政治學研究 是你不必對於事實生氣 你是要了解他的現象 然後呢 然後提出可能改變的方式 好我想這是我們對於政治學 就如同剛才所說的 就像一個生物學者 你不記得要對你所觀察的細菌 有太多的偏好或者是厭惡 而重要的是你希望了解他 然後希望提出能夠來抑制他 對於人類所可能造成的一些傷害 當然從事政治學研究 我們也盡可能的 當然滿困難的 但是我們希望盡可能的 還是能夠朝向這個方向來前進 好這是我們所討論到的這個 這個政治學的一些基本 我們面對政治的一些這個態度 那接下來呢我們回到前面的第四頁 政治學從2300多年前 政治學的奠基者亞里斯多德 就曾經說過 他認為政治學是the master science 他是首要科學 為什麼亞里斯多德在2300年前 就認為政治學是首要科學 一切學問之長 好我們休息一下 下節課呢繼續來加以探討 好那我們現在回來繼續上課 請同學翻開第四頁 我們剛才第一節課 好大致上做了一些政治 為什麼研究政治的一個 一個序言 那接下來我們進一步來探討 那麼政治在亞里斯多德的眼中 他是一門所謂的master science 好所謂的首要科學 這邊特別提到 亞里斯多德他是the founder of the discipline 就是這個領域這個政治學這個領域呢 那麼他在傳統的政治學裡面 他是視為所謂的政治學的 這門學門的一個開創者 他是一個奠基者 那麼我把亞里斯多德稍微做一個簡單的 我們大概以後很多重要的學者 我們大概都會把他稍微做個進一步的 簡單的一個介紹 提供同學更多的一些資訊 那麼亞里斯多德我們都知道呢 他是古希臘時期的重要的一位學者 當然那個時候大概基本上都很難分啦 他到底是屬於哪一類的 因為他所專精的領域太多了 從自然科學到哲學到人文到倫理到政治 他幾乎無所不包音樂美術他也都有所涉獵 那基本上亞里斯多德我們都知道 他是這個柏拉圖的學生對不對 然後是亞歷三大大帝的老師 那麼而在一般來說的話 那麼他是被稱為所謂的政治學的奠基者 就是因為他是第一個把政治學 從所謂的形上學或者是倫理學獨立出來 來單獨看待的 這是跟過去這個 他的一些前輩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說時常在西方的政治學傳統裡面 會把所謂的亞里斯多德視為現代的 我們所說的政治學之父 政治學之父 那麼而當然 除了他是所謂的這個政治學的開創者之外 事實上他也是被認為 我們剛才不是提到嗎 經驗研究對不對 經驗研究 或者是說各位二年級要上的比較政治 比較政府的開創者 我們所說的comparative politics 比較政治也是由他所開端的 他不僅在他的 在他醫生著作裡面非常非常多 當然其中有一本書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the politics就是政治學 the politics政治學就是他所寫的 在這本書裡面我們做過呢 他也可以被視為現代的 所謂比較政治研究的一個主師爺 因為他第一個就是從事 所謂的經驗性研究的一位這個學者 那麼也就是說他在2300多年前 我們看看他出生的年約是384到32BC嘛 大概距離現在大概2300多年 將近2400年 他在那個時代他就已經想到了 他曾經派他的學生到當時的 我們知道當時的古希臘時期 那時候都是一些城邦 一些city state嘛 一些城邦國家 所以呢他派他的學生 到了158個當時的希臘的大小城邦 去蒐集他們的一些政治制度的資料 所以他是政治第一個腳踏實地的 不是光是思考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他是政治從事經驗性研究的 他找了他的學生去蒐集了 158個希臘當時城邦的資料 然後對他們進行分類 好就我們剛才所說的進行分類 這亞里斯多德第一個做這個事情 各位不妨翻到後面第61頁 我們以後會談到 不過我們這邊先稍微說一下 各位看一下61頁的下半部 這個classic work 那麼這就是亞里斯多德他對於政府的形態 他做了六種形態的分類 我們說這是第一人 從此之後就開創了我們所說的政治學 乃至於比較政治領域的先河 那麼而他的這樣的分類方式 一直到今天仍然適用 還是為許多學者所引用 可以看得出來他當時的一個貢獻 那麼亞里斯多德呢 我們說過他在2300多年前 收集了158個希臘城邦的資料 然後他根據兩個quiterion 根據兩個標準來進行 100多個國家的分類 這兩個標準是什麼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 好就當時100多個國家裡面 他就是根據這麼複雜嘛 我們說了解這麼複雜的現象 他如何把它簡化 做這種所謂的分類方式 他的兩個標準是 第一個好我們看一下呢 以61頁最下面來看 第一個就是 統治者的人數 who governs 這是這個統治者的人數 他當然分為三個指標 一個人的統治 少數人的統治 跟多數人的總治 one a few 或者是many 這是一個指標 就是統治者數目的多寡 這是一個指標 第二個指標呢 好就是所謂的這個 政權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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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分為兩個指標 一個就是所謂的這個 一個比較正當 一個legitimate form 一個比較正當的一種形態 所以一種比較正當的形態呢 就是具有正當性的形態就是 Rule in the interest of all 就是他統治者呢 所考量的是 全體國民的利益 就是以所謂的大眾福祉 為考量的這種統治形態 就是我們所說一般說比較好的 比較善治的一種方式 而另外一種統治形態 我們說過兩千三百多年前 不要完全以今天的眼光來看 另外一種形式呢 就是所謂的corrupt form 一種比較腐敗的形式 而這種腐敗的形式呢 基本上就是屬於 Rule in the interest of self 就是為統治者個人私利 所做的一種統治方式 一個是為公的 一個是為私的 簡單的說 所以呢他一個 這兩個標準 一個是所謂的統治者 舒服的多寡 另外就是你的統治者 是那種好的還是壞的 是為公的還是為私的 而在這兩個 一個dimension之下呢 他把158個城邦呢 分為六種形式 我們說這就是在做經驗研究嘛 做比較政治的一些研究的一個形態 而這六種形式呢 各位也不妨看一下 他認為所有的 無論是一人統治 或者是少數人治理 或者是多數人統治 他都有好的一面 也可能都有不好的一面 比如說一人治理 一人統治 他比較好的 一種比較legitimate form呢 就是所謂的monarchy 就是所謂的君主政治 這個就像我們所說的聖君啊 民主對不對 他一切都是為公的對不對 這種哲學家皇帝 然後他一切都是為大家的 不是為自己的 一切都是為了大家的福祉 這是一種好的 但是呢一個人統治呢 往往也可能會手上比較腐敗的 為了自己私利的形式 他把它稱為叫tyranny 稱為叫暴君政治 暴君政治 當然我想在中外歷史上 可能暴君的出現的頻率 遠遠多過於這種盛軍民主的頻率 那麼而少數人治理呢 少數人治理也可能會發展成好的一面 但是也可能是比較走向負面的一面 那好的一面呢 就是所謂這邊 所謂的這個aristocracy 就所謂的貴族政治 貴族政治 就是一些少數的精英 也是一切都是為了大家的利益 他們少數幾個人 當然可能會避免一個人統治的一些盲點 做集體的這個思考 集體的討論 所以他可能是嘲笑一個比較正面的 但是當然少數的統治 少數幾個人 這種執政團 或者是所謂的這種精英治理 也可能是有效負面 而這個負面的就是所謂的oligarchy 所謂的寡頭政治 寡頭政治 少數人也是壟斷了所有的政治權利 各位看到olig就是寡對不對 什麼mini oligo 那叫什麼 olig開頭就是寡的意思 oligarchy就是所謂的寡頭政治 那當然 另外一種 亞里斯多德認為呢 也有所謂的多數人統治 國家的權力 政權是掌握在多數人手上 而多數人手上呢 他也認為有好的一面 也有不好的一面 好 這種比較好的 多數人也是為了大家的 那麼這樣子的 他稱為叫polity 這個字我們目前比較難翻 那麼刻板把它翻成叫做 所謂的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所謂的憲政民主 什麼公民政治 我看很多不同的翻譯 polity這就是 亞里斯多德心目中的一種 非常好的一種 多數人共同治理的國家 這種公民政治 或者是所謂的憲政民主 但是呢 多數人統治也可能朝向 一個比較負面的發展 請各位看一下亞里斯多德 當時用的字 這個democracy 叫做 我們今天翻譯的叫民主政治 而當時的democracy 在亞里斯多德當時的形容 就叫暴民政治 暴民政治 就是所謂的 所以democracy在當時的意思 跟今天意思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一群人 就是這個多數暴力 大家都為了私的 每個人都是 都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而掠奪權力 這樣的一個國家 當然會陷入到非常混亂的一個局面 所以democracy在當時的亞里斯多德的眼中 並不是一個太好的字眼 可是無論如何我們這邊所強調的 在兩千三百多年前 亞里斯多德就曾經收集了一百多個國家 來進行分類 然後各自的一些 一些統治形式的 它的一些優點缺點 當然我們說過 這樣子的傳統 一直是政治學一個非常重要的傳統 一直到了今天 好到了今天 我們政治學所從事的研究 也希望在做這種通則化 在做這種分類 然後各種制度的優缺點的比較 對不對 然後我們也一直在做這種工作 像各位可能以前公民與社會第二冊 主度到了 你們是第二冊第三冊 你們那時候你們還是九五克剛是不是 對 那麼第三冊政治學所讀到的 也大概你會發現 大概裡面所談的 大概都是跟這個有關的 一些東西 那麼這是我們所看到的亞里斯多德 所以呢他是兩千三百多年前 回到前面 第四頁這邊 兩千三百多年前 他成為我們所說的政治學的一個 一個開創者 那麼他就把政治稱為叫做 The Master Science 就是所謂的首要科學 他認為政治學是最重要的 所有的學問裡面政治學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幾乎所有的事情幾乎都是在 所謂的政治的脈絡之下所出現的 任何事情都跟政治有關 政治會影響到一切的事物 那麼而我們也知道 所以說亞里斯多德當時他認為說 政治是幾乎所有事情都在政治的脈絡之下出現的 而所有的一些決定 一些統治 一些治理的決定都會影響到所有的事情 影響到所有的人 所以當然他認為政治是超乎一切 所有的學問之上的 所以說亞里斯多德在當時兩千三百多年前 其實就是這種體認 如果政治不好 其實一切的事情都會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政治 那麼透過另外一位耶魯大學已經過世的一位學者 叫做拉斯維爾所說的 什麼叫政治 拉斯維爾很有趣 各位不妨放在十九頁 看一下他這本書的書名 拉斯維爾是20世紀初年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學的一位 權威的學者 那麼他曾經寫了一部政治學的經典名著 這個經典名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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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各位看一下這個參考書目裡面 好 拉斯維爾 這邊是所引用的參考書目 各位看到沒有 politics who guessed what when how 就是拉斯維爾 他在1936年所寫的一本非常重要的政治學的經典名著 什麼叫政治 拉斯維爾的詮釋就是這幾個字 我相信每個字你都認識 所謂的政治就拉斯維爾的角度就是 關於探討誰得到了什麼 什麼時候得到的以及如何得到的 政治是什麼 政治就牽涉到誰得到了什麼 什麼時候得到以及如何得到 當然其實拉斯維爾這本書 探討是環繞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我們等一下會繼續介紹 叫做power 叫做權力 這是其他領域 所比較少觸及的一個核心的概念 政治學之所以跟社會學 跟其他的人類學 經濟學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們政治學探討一個主要的一個目標 就是探討power 權力 那麼拉斯維爾他所探討的政治 他認為政治就是關於探討 就是關於誰得到了什麼 什麼時候得到的以及如何得到的 這當然牽涉到很多一些相關的問題 權力的運作 資源的分配 過程等等 這是他所看待的什麼叫做政治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書名 同時也是拉斯維爾他對於政治的一種 一種這個詮釋 那麼所以說循著拉斯維爾他對於政治的一個定義 我們可以知道政治所探討就是關於什麼 就是關於誰得到什麼 什麼時候得到以及如何得到的 而當然他所影響的層面是非常非常的廣泛而深遠的 那麼舉例來說 我們回到第四頁這邊所探討的 比如說經濟 我們等一下會探討政治跟經濟的關聯 比如說經濟 經濟學最強調的是什麼 自由市場 對不對 國跟國之間最好的貿易政策就是自由貿易 所以一切都在一個自由市場下運作 最好政治少管我 政經要分離 這是傳統的古典經濟學所一代強調的部分 但是政治學者往往會問一句話 誰來決定自由市場 自由市場不會憑空出現的 國跟國之間的貿易 他絕對不可能說他突然的天生的就是自由的 國跟國之間天生的就是沒有關稅的 就是完全自由的 當然必須要這兩個主權國家say yes 就算是自由市場也是由政治來決定的 台灣現在幹嘛 台灣這幾年跟那麼多國家談在談什麼 談FDA FTA 什麼叫FTA Free Trade Agreement 自由貿易協定 對不對 自由貿易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自由貿易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 經過一連串的談判 才能夠導致自由貿易的結果 所以經濟學者當然強調 我們就自由貿易嘛 自由貿易能夠怎麼樣 市場的分配 這個效率是最好的 能夠把這個全世界的分工 做合理的這個配置 但是他絕對不是憑空出現的 因為存在的事實是 這個世界就有那麼多主權國家 國跟國之間你就必須透過政治上的安排 你才能夠導致自由貿易的結果 所以你談政經分離怎麼可能 政經真的能夠分離嗎 你不要說別的 不要說自由貿易了 不要說經濟了 司法 我們說政治最好怎麼樣 要讓司法獨立 請注意要讓司法獨立 司法他能夠自然獨立嗎 必須是在政治在相當的安排之下 制度安排在很多的一些制度設計之下 然後政治執政者要盡量的 透過很多的制度設計 不干涉到司法的運作 才能夠使得司法能夠獨立 我們實際上說 我們要服從大法官會議的解釋 從美國到很多國家 到我們國家 很多的一些大法官的判例 他往往也就跟著政治潮流在走 我們實際上說大法官的判例 往往是引導政治潮流 還是追隨政治潮流 其實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美國的民權運動到60年代如火如荼 整個九個大法官他的審慎 評估了整個的社會潮流 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 他們才敢做出許多一些人權相關的法案 到了70年代 墮胎的案子等等等等 那都是跟著社會潮流走 而不是引導社會潮流 當然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是值得我們思考 其實政治才是最核心的問題 可惜的是我們在台灣 我們很少會把政治視為最核心的問題 往往把政治是把它污名化 這是當然這個很大的一個差異性 所以我們很多一流的人不願意讀政治 那一流的人更不願意搞政治 從事政治 但是我們只要會開玩笑說 如果說我們自己政治系的學生 都不見得是一流的人來念的 然後實際從事政治的更不是一流的人從事政治 那這個國家怎麼可能會好 所以無論如何的話 我們還發現它其實政治是至關重要的 因為它是影響到了各個層面 好 我們看到第五頁這邊所說的 好 那你說那很多事情其實 難道都跟政治有關嗎 比如說天然災害對不對 八八水災那總不是政治吧 颱風要來那也沒辦法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說好颱風來 天然災害地震產生了它或許不是政治 但是對於災後的重建那就是政治 我們八八水災之後 台灣的所謂的整治河川 幾百億的預算 每個縣市都在爭取 你如何來分配那當然是政治 你的錢好 哪一條河川要先整治 哪一條河川要後整治對不對 要給花蓮人一條安全的回家的道路 到底對或不對 然後你要如何的來做這樣的事情 這都是政治啊 所以說天然災害或許不是政治 但是事後的重建資源的分配 那都是跟政治有關的 我們剛才提到戲劇對不對 你這個生物學者研究戲劇 要發展生化科技 但是像台灣我們也知道嘛 像生化科技的發展那需要政治的決定 連上次總統大選 這個宇昌岸 蔡英文都牽涉其中 那也是跟生化我們台灣的整個生物科技的發展有關的 那都是政治啊 所以那時候不是翁啟會啊 什麼什麼這個一大堆這些學者 自然科學學者認為說很冤枉 怎麼我們也牽涉到政治 因為這東西在國家重點發展的這種科技 整個國科會的預算 包含你們都可能受賄的五年五百億 這都是政治啊資源的分配對不對 所以一切事情其實包含了生物的 化學的 包含了那麼物理的 包含了教育的 其實一切大概都是跟資源有關 因為很多東西牽涉到最後我們所說 Who gets what 誰得到什麼 資源的分配是有限的 國家的預算是有限的 分大餅 分這個預算的大餅 它絕對不是一個經濟問題 它所牽涉到的是政治問題 當然更重要的是背後所代表的一些政治的意識形態 或者是價值 好 舉例來說三四十年前台灣的預算要分配 其中最大的一塊切下去是什麼 國防支出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整天都為了反攻大陸嘛 所以國家的預算裡面有一半都是國防支出啊 誰敢說no 然後在當時如果各位翻二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 那時候國家的整個立法院的預算分配 你看看社會福利在那比例是多少 你看看環境保護在那比例是多少 為乎其為啊 因為那時候的社會價值 那時候國家的目標不是在那個部分 國防支出 經濟發展 一切都是發展 那是最重要的 那是佔了國防 國家預算的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你看看一個資源的分配 一個立法院的預算 其實背後所代表的就是價值 不同價值之間的衝突 這就是政治啊 然後到了今天我們看一看 我們的立法院的大筆再攤開來 國防預算佔的比例還剩多少 現在最大的一塊是什麼 社會福利 畢竟很多人認為還是不夠 一直希望再增加 對不對 社會福利 環保 好 這些東西的預算比例 佔的比例越來越高 這當然背後所代表的就是不同的價值 過去的話 經濟發展當然優先於環境保護啊 可是現在為了環境保護 你可能很多一些經濟的一些發展 是必須要被犧牲的 國光石化 對不對 現在我們看到我們什麼 那個衛丹 要帶什麼埔里 要蓋個什麼廠 因為可能會牽涉到 影響到這個美人腿 那個叫什麼 腳白損的生產 也被被迫停止了 所以事實上他當然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人 社會所反應是不同的價值 其實真的我們做normative analysis 規範性的研究 價值 人的價值 預算的分配 它可能背後所代表的 也就是不同的意識形態 或價值的一種衝突 好 過去的話 我們所說的國防 經濟 那是最重要的 可是現在這些價值 它的重要性已經在降低了 而所反應的就是實際的 你的金錢的分配的多寡 這都是跟政治相關的議題 那麼當然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牽涉到那麼多 什麼跟什麼國防 又經濟 又是什麼生物科技等等等等 你可以發現其實政治它所接觸的層面 它不僅是master science 不僅是首要科學 並且往往它也必須是一個什麼 好 叫做所謂的跨學科的 叫interdiscipline 我們政治學往往希望培養是通財 你必須了解很多 尤其以後如果你要培養國大領導人 你當個決策者 其實現在當個決策者不是那麼容易的 你必須要了解經濟 你必須要了解環保 你必須要了解財政 你必須要了解預算 對不對 你必須要了解健保 你各個東西 你都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涉獵 你才能夠做一些決策 當然我們實際上說專家政治 我們要信任各個部會 比如說當一個總統 當一個行政院長 但是你不能說你自己完全不懂 所以其實政治所希望培養本來就是通財 政治學本身本來就是我們所謂的跨領域的一個學問 而政治學本身事實上自古以來 它就跟了非常多不同領域是會有所重疊的 我們也大量的會引用 或者說借用其他的一些領域的研究 來豐富政治學研究的內涵 所以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政治學 跟其他領域之間的一種互動的一種關係 各位看到第五頁下面 第一個政治學其實會跟很多領域 是會有所互動跟重疊的 第一個大家的認識叫做歷史 歷史學 政治學往往會大量的運用許多的史料 我們會透過許許多歷史學研究的一些成果 來豐富政治學研究的一些這個目的 而包含政治學本身也會有各位未來四年八一同學 未來四年裡面也會碰到很多 你可以發現什麼什麼史的課 這種在政治學裡面占了相當大的一部分 現在大家的課程有些變動了 像我們那時候更多 中國政治思想史 西洋政治思想史 什麼現代 我忘了叫什麼 這個中國外交史 西洋外交史 反正後面什麼加個史的一堆東西 可以看得出來其實政治學是非常重視歷史這一塊 而事實上 不僅是這些帶有什麼什麼史的課 而事實上我們在政治學大量的一些 我們做的經驗研究做了很多東西 我們也會從過去的歷史中間來發掘 解釋描繪一些東西 好 比如說 還有一位政治學者 叫做Samuel Huntington 他就在這個80年代寫了一本非常有名的書 由我們介紹叫做第三波 20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 對不對 從過去歷史裡面發現 整個人類的民主化的發展 它是有波段的 這是什麼樣 這是從歷史裡面吸取資料 然後得到一些結論嘛 對不對 然後第三波的發展 是從1970年代中期 從葡萄牙開始 這個浪潮席捲了全世界 無論是在南歐 無論是在亞洲 無論是拉丁美洲 許多國家都不約而同地從威權走向民主 所以他從過去歷史裡面 他發現了這些現象 這是政治學者 他們藉助於歷史的一些東西 所以歷史跟政治學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但是我們必須強調的是 政治學跟歷史學 雖然有非常多密切的相關 但是終究 政治跟歷史 他所關切的面向 他所研究的方式 還是有一些差別的 請各位翻到第六頁 簡單的說 歷史學者 他們會比較關切的是一些 比如說一些史料 一些什麼名人的傳記 然後各種資料的蒐集 然後他們比較喜歡去研究一個非常細微的事物 說難題叫做 所謂的這個 歷史學者喜歡小題大作 而這不是一個負面的字眼 就是說從一個非常小的事情裡面 伊麗莎看整個世界 歷史學者是非常細膩的 深入的探討許多的資料 然後從裡面 好 非常細膩的描述 許多的一些事情的前因後果 好 這是歷史學者往往所做的 歷史學者很少 會企圖要建立一些什麼通則 建立一些理論 很少這一套 當然這幾年來有一些轉變了 有些歷史學者開始提出一些大歷史的論述 但是傳統上而言的話 歷史學者往往都比較沒有興趣 在我們像政治學者所說的 什麼建立一些什麼通則 搞一些什麼理論 弄這些沒有 歷史學裡面沒有什麼理論 但是政治學往往我們所說的 他就喜歡建立這種generalize generalization的工作 做classification的工作 政治學喜歡建立理論 他喜歡做一些比較研究 全世界找了什麼二三十個國家 做什麼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 對不對 我們找了全世界實施什麼選舉制度 實施這個單一選區兩票制 看不同的國家有什麼樣政治發展 我們看看世界各國實施的所謂的半總統制 可能不太一樣 法國的 俄羅斯的 台灣的都不太一樣 我們喜歡做比較研究 可是你看看歷史學者很少做這些事情 所以他們的研究的目標 研究的興趣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提供同學們做一些參考 第二個 政治學也會有個相關的叫做 人文地理 其實地理 尤其是人文地理方面 其實跟政治學相關度也非常非常高 舉例來說 人文地理喜歡探討什麼東西 像一些人口 人口的移動 族群的一些相關問題 對不對 這個其實對政治學而言至關重要 尤其像21世紀的今天 一些族群政治 人口的移動 這種跨國之間的 比如說這種人口的遷移等等 都是政治學很重要的一些議題 那麼另外像是傳統的政治學裡面 尤其叫國際關係 非常強調地緣政治 我們看看現在這個釣魚台 對不對 往往是什麼什麼第一島鏈 什麼第二島鏈 什麼美國的什麼防禦什麼 反正都在談這些 這是地緣政治 二次大戰結束完之後 當時的冷戰時期 美國跟蘇聯的對抗 美國希望有什麼圍堵政策 對不對 從這個北歐到這個中歐 到南亞到東亞形成一個圍堵 要把共產主義圍堵在歐亞大陸之內 這也是地緣政治的概念 台灣當時正好就是在東亞的 所以圍堵政策的這個線上 所以這都是跟地理有關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剛剛所說的 一直地緣政治的概念 一直到圍堵政策 軍事 戰爭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問題 其實都是跟地理有關的 那當然到了今天 雖然我們所說的全球化的時代到了 可是我們知道 像是經濟上的區域主義 仍然芳心慰愛 從歐盟到這個北美自由貿易區 到IPAC等等等等 這都是跟地緣有關的 都是跟所謂的地理 地理的概念相關的一些東西 甚至在這個所謂二次大戰之後的 各位以後學國際關係會 現在正在學國際關係嘛 這種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的理論 兩極體系 多極體系等等 這個大概也都是跟地理相關的一些概念 那麼甚至現在以後各位接觸到了國際政治經濟 我們會談到一個問題 南北衝突 什麼叫南北衝突 一些什麼東西對抗 南北衝突 這些都是跟地理相關的 當然我這邊舉了一堆例子 都可以看得出來所謂地理 地理學 尤其是人文地理學 其實跟政治是有高度相關的 當然到了現在 我們更有非常多的一些研究 進一步的比較細緻化研究地理的一些相關問題 舉例來說 在台灣我們政治學研究 研究地方政治 有個叫做研究地盤 地盤政治 什麼叫地盤 可能各位可以體會 對不對 比如說地方派系 然後這個他的一些所謂的這個 勢力的分佈 這都是跟地理有關的 甚至可以把這個利用所謂的這個GIS 地理資訊系統 你可以在整個全台灣的島 這個在你去政大學園中心看看 他們會有台灣的藍綠版圖的一個劃分 有些鄉鎮 有一些縣市 可能始終都是藍的地盤 有一些鄉鎮 有一些縣市 可能都是綠的地盤 這在台灣最常聽到的叫什麼 叫做北藍 藍綠 對不對 這就是地盤的概念了 什麼叫北 什麼叫南 它的界限在哪裡 當然有時候是佐水溪 有時候是大陸溪 有時候跑到大甲溪 不管 但是這個南北之間 似乎在投票偏好上是不太一樣 像這些東西都是跟所謂地盤 跟所謂的票源的集中性 跟政治的一個所謂資源的分佈 或這個所謂的勢力的分佈 是有相關的 所以當然我們知道 現在其實很多政治學者利用大量 這我不是開玩笑 利用地理學的所謂GIS 所謂地理資訊系統 來分析所謂的票源的分佈等等 這也是政治學目前非常重要的一個 研究的一個領域 其實這東西在美國也是如此 比如說各位看一下這一段的倒數第二行 在美國也有所謂的 Red跟Blue的State 也有所謂的紅州跟藍州 就跟我們台灣的所謂的藍綠是一樣的 在美國50個州 馬上我們說過11月6號要總統大選 現在就來研究 其實美國你會發現 在很多的州是固定的 過去20年來都沒有變過 每一次選他一定是民主黨贏的 這不是台灣就南北什麼什麼北藍藍綠 美國也是如此 有一些州始終就是共和黨的天下 有一些州始終就是民主黨的天下 他的地盤 而現在兩大候選在爭的是一些Swing State 一些搖擺州 他們才是關鍵州 在台灣也是如此 你看到總統大選對不對 大家兵家必爭之地是哪裡 新北市 因為新北市的話其實藍綠綁塊差不多 而新北市就是全台灣最大的票差 誰能夠贏得新北市 大概總統大選也就不願意 很難說輸掉了新北市 而能夠贏取總統大選 另外就是中部地區 中張投地區 也是藍綠比較勢力接近的 那其他的苗栗以北根本 綠軍大概也沒什麼太大興趣 然後這個 這個雲林以南大概都是 這個綠軍的這個基本票倉 但是中間我們所說的 我們一些Swing 一些搖擺的縣市 或者是叫美國我們稱為Swing State 這個所謂的搖擺州 這才是所謂的兵家必爭之地 同樣的我們可以了解 美國競選那比台灣更辛苦 五十個州耶 你想想看如果候選人一天去一個州 那就要跑兩個月 對不對 他不可能有那麼多時間啊 可是你可以發現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研究 美國像歐巴巴跟羅姆尼的行程 某一些州他會去了非常非常多次 有些州可能一次都不會去 有些州可能只是副總統候選人去一下就可以了 當然這也切斥到怎麼樣 他是不是Swing State 有些可能就在拉鋸中的 非常邊緣的 誰贏誰輸都很難說的 這些怎麼樣 候選人一定要親自到場很多次 對不對 希望能夠贏得那個州 尤其以後我們會介紹 美國又是所謂勝者全拿 選舉人團制度 所以那有一些州 你說阿拉斯加 雖然面積最大啦 可是選票就有三張 選舉人票 這種州大概副總統候選人去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反正總共才三票 美國有538張選舉人票嘛 這以後我們會介紹 所以這個他有介紹時間資源的分配的問題啊 而美國傳統上某一些始終就是紅州 某一些始終就是藍州 什麼叫紅州 什麼叫藍州 講了半天 共同黨 我稍微說 有同學回答很正確 我稍微說一下 紅是什麼 不要以為只有台灣叫藍綠 美國一樣 紅藍 所以紅藍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看看任何的 你看看美國的一些分析新聞媒體 或者說以後開票結果當天分析 哪些州你畫上紅色的 哪些州畫藍色的 就代表哪一個黨獲勝 基本上說起來的話 所謂的紅色是共和黨的代表色 一般來說的話 紅色就代表共和黨 Republican Party 這在美國習慣稱為 共和黨稱為叫GOP GOP是什麼就是Grand Old Party 叫老大黨 就共和黨 那 所以如果各位 如果看一些英文的書報的話 你看上面寫GOP就是指的共和黨 這是一個暱稱啦 但是很習慣的用法 共和黨就是GOP 那 藍色就代表民主黨 Democratic Party 那當然他們也各自有代表的動物 所以你時常看到一些新聞媒體的話 就用兩種動物在對抗 共和黨代表動物 叫做大象 大象 那民主黨就是驢子 那為什麼如此我也不曉得 那麼反正大象跟驢子 就是代表的共和黨跟民主黨 所以以後各位如果看到一些美國的新聞 你看到畫紅色的就是共和黨 畫藍色的就是民主黨 畫大象的就是共和黨 畫驢子的就是民主黨 這是在美國的話也有這個 他非常清楚 就是大家就知道一看就知道 其實共和黨他基本上 如果你上他的入口網站去看的話 共和黨就是畫一個大象 大象好像肚子上寫個GOP 就這樣子 所以他們這是他們等於是 Official的一個符號 民主黨好像不太喜歡用驢子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大家都知道驢子是民主黨 變好像還在踢腳的驢子 就是後兩腳踢起來那個驢子的樣子 那是民主黨的這個代表的一個符號 好 所以這邊所談到的紅色跟藍色 這個跟地理有關的這種分界 其實也是政治學跟人文地理 有高度相關的一些這個部分 那當然地理學上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東西 像我們剛才所說像什麼地理資訊系統 或研究地理一些概念 也被時常引用在政治學的相關研究上 尤其是我們剛才所說的地緣政治 地盤政治這些方面研究 也是大量的借用地理學的一些東西 那再接下來呢 政治學跟另外一個領域 是有具有高度相關的 中間有太多的恩怨行仇就是經濟學 經濟學economics 政治學跟經濟學在十九世紀的時候呢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時候 當這個領域剛剛興起的時候 現代的經濟學剛剛興起 其實當時的政治學跟經濟學是不分家的 好 我們等一下會繼續做進一步的介紹 但是呢因為從亞當史密斯等人已降 古典自由經濟學派以後也會介紹 所強調的是什麼 政經分離 政治的歸政治 經濟的歸經濟 所以似乎呢在學科的研究上 政治跟經濟也逐漸逐漸的分家了 那麼當然到了二十世紀之後 那麼經濟學越來越怎麼樣 越來越科學化 所以那科學化就大量引進數學的模型 越來越多的一些這個變數 然後做一些經濟的分析等等 然後經濟學也越來越令人看不懂了 那麼就越來越數學了 經濟學一直自稱他們是社會科學裡面 最科學的領域 那科學到現在我們都看不懂他說什麼東西了 其實這滿有趣的啦 實際上我們批評台灣的經濟學者以上 過去二三十年來 台灣很多經濟學者 對台灣經濟發展重大貢獻 過去什麼王作榮 蔣碩傑 他們這一批人 一直到像我們前校長孫正這些 經濟學者對台灣經濟發展 經濟政策很大的貢獻 那現在經濟學者呢 只會發表SSCI 只會一大堆數學模型 寫一些輕模端小的文章 然後對台灣經濟完全沒有任何影響 整個不一樣的走向 當然這東西是值得我們思考來反思的 所以我們是說包含經濟學者在內 過去經濟學者對台灣的經濟有很大的貢獻 那現在經濟學者呢 差異是非常非常大的 下課了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節課我們來探討一下 我們政治跟經濟還有很多人恩怨很醜 如同我們在上堂課所強調的 那麼政治學呢 事實上它跟許多其他的領域 都有非常的一些多的互動的關係 甚至呢大量的借用其他的一些學科 來豐富政治學研究的一些內涵 包含我們上堂課所介紹的歷史 人文地理 那麼乃至於像經濟學 社會學 心理學 人類學等等 都對政治學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 那我們今天呢這堂課呢 繼續來討論是關於經濟學 那麼我們剛才曾經說過 政治跟經濟在最早的時候 19世紀剛開始有經濟學 從亞當史密斯開始 李家圖等人 事實上在當時的政治跟經濟是不分家的 但是隨著20世紀之後 經濟學越來越走向了 所謂科學化的研究 政治跟經濟呢也逐漸逐漸的分離 當然另外一方面的話 也因為傳統的古典經濟學派 非常的強調所謂的政經分離 認為政治跟經濟應該是 完全兩個不同的領域 所以後來呢政治學的眼中 似乎所謂的市場是不存在的 政治學的討論裡面 幾乎很少討論到經濟事物 討論到經濟對於政治的影響 而在經濟學的學者的眼中 似乎呢 國家主權疆域也是不存在的 他們所探討的國家之間的一些貿易行為 談到市場的流動等等 資源的分配等等 也絲毫不考慮到國家的存在 所以政治跟經濟呢 很長一段時間是各自分開的 但是後來大家逐漸發現 無論如何 state跟market state國家是政治學最關心的主題嘛 經濟學最關心的是market state跟market 不管你如何的忽視對方 但是這兩者是同時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那麼國家的許多政策 會影響到經濟的表現 經濟的行為 同樣的 許多一些經濟的力量 也會影響到國家的政策 甚至影響到許許多其他的因素 所以說政治跟經濟是平行的存在於這個世界 國家跟市場也的確都存在於這個世界 所以後來逐漸的政治跟經濟 又開始逐漸的正視到對方的存在 所以逐漸逐漸的在這半個世紀以來 又出現了所謂的political economy 叫做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新的研究的領域 如同課本這邊也特別提到 那麼所以政治跟經濟呢 我們之間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 其實在過去的兩個多世紀以來 是一直都存在的 那麼當然經濟學對政治的影響 還不止於此 那麼經濟學也有 我們政治學方面也大量的運用 許多經濟學的理論來解釋 來看待許多政治的現象 這個等等的都是政治跟經濟之間的 過去的互動關係 在這邊我們做進一步的補充 就是剛才我曾經談到的這個字 叫做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經濟我們剛才說過呢 大概是這半個世紀以來 政治跟經濟之間 彼此重視對方 又產生了一個新的一個次領域 那麼現在當然在一般的大學的課裡面 包含台大政治系的話 也有政治經濟學或國際政治經濟學的 一些相關的一些課程 可是這個字眼本身 我們political economy的話 它始終是一個非常定義上很模糊的一個概念 那麼在很多的一些學者使用裡面 它所代表的含義也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在這邊我們特別把所謂的政治經濟學 做更進一步的一個說明 舉例來說 如果有一天等到你大學畢業了 你想要到美國去深造 你想要讀政治經濟學 你發現某某大學的碩士班 有一個領域就在政治經濟學 你就跑進去了升級那個學校 進去之後你發現 他們念的東西跟你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在你心目中什麼叫政治經濟學 什麼叫政治經濟 其實它所包含的是非常複雜的 幾個不同的概念 在這邊我特別要跟同學介紹 因為政治經濟的話 對政治系的同學而言的話 以後時常會就是這個名詞 你要搞清楚 這邊所指的政治經濟是指的是什麼東西 你才不會弄錯 舉例來說 我剛才所說的那個同學 他可能想要研究的政治經濟 是屬於國際政治經濟 他想要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的這個兩岸的經貿關係 什麼藉籍用人 或者我們加入WTO的一些政經影響 結果他跑進去發現呢 那個學校的政治經濟學裡面所開的 全部都是馬克思 或另外一個他想要研究馬克思的 想要研究依賴理論 新馬 研究這個什麼全球化的理論 結果跑到一個學校去發現 那個學校的政治經濟學裡面 全部都是理性選擇 全部都在玩賽局理論 完全不一樣 但是都被叫做政治經濟 所以你要搞清楚什麼叫做政治經濟 第一個 所謂的政治經濟學所指的是什麼 在最古老十九世紀 所謂的政治經濟學所指的就是今天的經濟學 我們說過在那個時代 政治跟經濟是不分家的 所以當經濟學剛出現的時候呢 往往所謂的經濟學 就被稱為叫政治經濟學 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李家圖可能各位都知道 好 好 我可以解釋一下 我們現在是有個方法的 正解的方法 我們會再解決一下 我們會先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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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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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說過呢 在早期 Political economy這個字 他所指的就是今天的經濟學 像李家圖的代表名作 李家圖就提出所謂比較利益原則 亞當史密斯提出的絕對利益 到他修改成比較利益原則 在經濟學的發展 非常非常重要的貢獻 他在1817年19世紀初的一本 非常重要的經典名著 他的英文 就是On the 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就是關於所謂的這個 政治經濟與賦稅的理論 可是他這邊的政治經濟 所指的其實就是今天的經濟學 在早期很多的一些書 19世紀初年的一些書的話 你看看的名稱都是什麼 The Political Economy 或什麼什麼 這些大部分就是今天的經濟學的書 所以第一個含義 最早的含義 誰政治經濟學 就是指的經濟學 就是經濟學 這第一個 第二個含義 什麼叫政治經濟學 它所指的是用一個 A Specific Economy Theory 用某一個特定的經濟學理論 來研究一些政治現象 用某個特定的經濟學的理論 來研究政治的一些行為 研究政治的一些現象 這個叫政治經濟學 像我們剛才提到的 馬克思主義 另外像是賽局理論 舉個例子來說 馬克思理論基本上它是一個 所謂的這個經濟學的理論 像賽局理論基本上也是 脫胎於經濟學的一個理論 所以用一個馬克思的 這樣子的理論架構 用像是賽局理論的 角度來看待一些政治現象 比如說以後我們也會介紹一些例子 像賽局理論的什麼 零和賽局 囚徒的困境 諾夫賽局等等 用這個來解釋某一些政治學 所面對的一些問題 所以用經濟學的某一個理論 來解釋政治現象的 政治的一些行為的 我們稱為叫做政治經濟學 像馬克思後來的一些發展 我們所說的像是發展什麼這個 核心的邊權的概念 解釋南北的依賴關係等等這些 後馬時期的一些論述 這些都被稱為叫政治經濟學 所以我們剛才說過你可能哪一天跑去 國外的某一個大學 想要研究他的政治經濟學 你滿腦子充滿的都是WTO的問題 這iPad的問題 結果看到他那邊全部都是馬克思 無論是馬克思的理論 後馬的理論 新馬的理論都是馬克思的東西 每天都在讀依賴啊 這個發展啊 邊垂啊核心啊都是這些 這是所謂的用某一個經濟學的理論 研究政治現象的 我們也稱為叫政治經濟學 第三種被稱為政治經濟學 就是怎麼樣 用某一種經濟學的研究途徑 economic approach 用某一種經濟學的研究途徑 來研究政治問題的 舉例來說 像是當代最有名叫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叫做所謂的理性選擇研究途徑 理性選擇 這是經濟學所發展出來的 基於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假設 比如說假設個人的行為是理性的 我們等一下或者是下禮拜會討論到 所以基於個人理性的假設之下 來看待許多的行為 比如說在50年代到60年代 一些非常優秀的經濟學者 他們就帶著他們非常熟悉的 經濟學的研究工具 來看待許多的政治的一些行為 尤其是對於投票行為的研究 比如說像Ansony Dunst 唐斯 所寫的這個所謂的民主的經濟學理論 他假設人的投票行為也是理性的 你會選擇一個意識形態 跟你比較接近的候選人來做投票 對不對 你認為這個舉個例子來說 這是一個他們的基本假設 如果這是所謂的一個意識形態的光譜 這是左 這是右 這是A檔 這是B檔 這是你 你是比較右派的 這邊所指的在政府在經濟事務上的一個態度啦 以後我們會介紹右派左派 兩個政黨A跟B A是左派 是比較強調社會主義的 強調政府呢在經濟事務上要多做 要照顧中下階層等等等等 B是比較右派的 強調政府呢盡量的少干涉經濟事務 然後這是你 你的位置在這邊 你是更右派的 如果說距離意識形態的光譜 是你投票最重要的一個行為 一個決定因素的話 你應該投給誰 B 你應該選擇B嗎 為什麼 這個前提假設 因為距離跟偏好成反比 距離越近 偏好越強 我們從這個很容易了解嘛 對不對 你說你是一個大右派 然後左派政黨 右派政黨你偏偏投給A 我們很難解釋你的行為 這個叫非理性 各位知道你的意思嗎 這叫Irational 所謂的Rational就是說 你會選擇一個跟你比較接近的 你知道你的偏好 然後你會選擇一個偏好比較高的進行投票 這種概念來自於什麼 經濟學 經濟學裡面我們所強調的理性選擇 他認為人是理性的 如果你很清楚知道這個的話 你應該會做這樣子的選擇 像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所說的 透過經濟學的研究方式 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假設 來解釋某一些政治的行為 我們說這就是經濟學的東西 你們現在學經濟學了嗎 不是很多人要挑戰各經嗎 晶圓 那麼經濟學其實很多這種東西啊 如果各位以後學經濟學的話 你會發現很多這樣子的一些圖 好 這是indifference curve 無意曲線 在相同的無意曲線上 你的滿足感是一樣的 你有一個idea point 這個最適點 然後越接近idea point的無意曲線 你的滿足感越高 等等等等這些東西 然後你在消費可能性之下 你如果來分配你的資源的分配啊等等 我們不要說這個 這是太嚇人了 那麼這就是 像我們所說這些概念就是來自於這邊的 所以透過這種所謂經濟學的研究途徑 來看待政治現象 也稱為叫政治經濟學 主要就是我們這邊所指的rational choice 理性選擇這一套東西 這個在政治學上有非常廣泛的一些運用 不僅是投票 還包含很多其他方面的一些運用 所以這個也叫做政治經濟學 那第四種也是最常見的 我們政治學者 政治學的同學比較熟悉的 政治經濟學就是指著 所以政治經濟學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政經分離之後呢 發現彼此之間 其實都不能夠忽視對方 很多的經濟事物是受到政治所影響 許多的政治的決定 會受到經濟因素的考量 對不對 政治跟經濟不可能是完全的平行於 存在於這個世界而互不影響 他們之間有非常多的互動 所以這種專門研究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專門研究政治與經濟的互動 所產生一些問題的 我們叫做政治經濟學 比如說台灣的大陸政策 兩岸之間的貿易 絕對不純只是經濟學的問題 經濟學者不可能純粹從經濟學的理論 來看待兩岸之間的貿易 因為要牽涉到國家安全 對不對 牽涉到很多很多問題 包含台灣的失業率的問題等等 這個政治上都要考量的 所以說兩岸之間的貿易 它不單純只是經濟學所告訴我們那一套 國際貿易理論所告訴我們那一套 因為政治因素決定了一切 所以政治跟經濟它有很多的互動 它有很多重疊的部分 這種研究政治跟經濟之間 因為互動而產生了一些問題 像我們在WTO 我們為什麼跟中國大陸 不能在WTO的架構之下來談兩岸互動 很多很多因素其實跟政治有關的 同樣的當然政治很多因素 也會受到經濟的影響 當然除了馬克思那一套經濟決定論之外 其實你可以發現讀國際關係 國際關係裡面有很多解釋戰爭的理論 為什麼戰爭會發生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理論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經濟因素 其實很多的戰爭發生理論 都是跟經濟因素有關 古代的胡人 匈奴 為什麼動沒事就南下木馬 我們漢人還弄個什麼長城 阻擋他下來 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經濟嘛 對不對 北方冬天那麼酷寒 糧食欠缺 你看到南部地區水草豐富 糧食那麼充分 他當然想要下來搶糧食 不然為了生存活不下去了 所以經濟因素是發動了衝突 戰爭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從古道金過去的部落時期 到今天你看像美國 為什麼要出兵伊拉克 為什麼什麼索瑪利亞 什麼發生什麼事情 美國不去打 因為伊拉克有石油 經濟因素往往是解釋了很多 美國出兵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當然這東西政治跟經濟 其實都是有非常互動的一些影響 那這麼專門研究 政治跟經濟之間互動的影響 當然我們也知道像OPEC 亞太這個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成立 1970年來成立 主要就是希望以石油 以經濟作為手段 來追求政治目標嘛 好 所以政治跟經濟 其實有非常非常密切 不可分的關係 而這麼專門研究政治跟經濟 因為互動而產生這些問題的 這個領域就叫做政治經濟學 所以我們剛才已經提到了 政治經濟它是一個很時髦的名詞 也是當今很熱門的一個議題 但是同學們必須搞清楚 它所代表的至少有這四種不同的含義 所以有一天你告訴你的同學說以後我要走 專門研究政治經濟 當然我們接下來問的是 你要是研究哪一個政治經濟 對不對 一個可能專門的非常純粹的研究 兩岸之間的貿易互動的政治經濟學者 一直到純粹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者 都叫做政治經濟 好 所以以後你要到國外深造的話 也要搞清楚那個學校的政治經濟 到底就是值得什麼東西 你要看看它的課程開的是什麼 你就知道它著重的重點是什麼 否則的話你一個從小就討厭數學的 結果跑去一個專門在做理性選擇的 都在搞數學模型的地方 你就會活得非常痛苦了 這是搞清楚它的一個內容 是有很大的一個差異性的 好 但是無論如何的話 我想經濟學跟政治學 我們必須承認 他們之間有非常密切的互動關係 經濟學對政治的確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那經濟學者現在也逐漸的正視到 其實政治才是經濟學 許多的一些經濟政策 一些經濟發展 一個非常關鍵的一些因素 你可以發現如果經濟完全不考慮政治的話 很多經濟學到最後很多的預測都不能夠成功 因為有許多的非經濟性因素干擾到它的模型 什麼叫非經濟因素 往往就是指的就是政治因素 所以這中間彼此都不能夠忽視 我想我們也必須要體會到這個事實 所以當然也因為如此 隨著政治經濟學我想在未來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跨領域的一個重要的研究的一個部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待的是Sociology 這是另外一個跟政治學密切相關的一個領域 社會學 社會學其實有很大的一部分 跟政治學是融合在一起的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學者 我們時常很難區分他到底是社會學者還是政治學者 因為往往所做的議題是高度的相關而重疊的 那麼尤其我們時常在今天所說的政治社會學 很多的一些學者 社會學者他所關切的議題呢 往往也是跟政治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的 那同樣的當然政治學本身 事實上從過去到現在也大量的引用 社會學的許多的一些觀念 來看待許多複雜的政治現象 比如說各位看到第六頁的倒數第二行 那麼倒數第三行這邊 就是說這個比如說我們政治學往往在研究一些議題 像研究投票行為 你可以發現我們會大量的引用社會學的一些概念 像是社會階級、區域、宗教、性別、年齡這些東西 這都是社會學的一些專長的部分 可是像我們做一些投票行為的分析 我們都會大量的引用社會學的一些途徑來看待 比如說如果各位看到我們做選舉預測的時候 就會發現很多的一些分析在看 分為這個族群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閩南人 這個外省人第二代 或者是客家人、原住民 他們的投票支持國民黨、民進黨的比例有沒有 或者說按照這個所謂的那個收入 收入的多寡來區分 按照性別、按照年齡來做區分 三十歲以下的三十到四十的四十到五十 這些這種分類方式 往往都是社會學非常強調的 而我們政治學也大量引用到這些部分 來做投票行為的這些分析 當然不僅是在所謂的投票行為分析上 會大量引用到社會學的一些研究途徑 包含了像是第二月 倒數第二行這邊所做的 像是政治文化的研究 民意的 民意的我們剛才提到民意調查的研究 選舉的研究等等 也都是大量會使用一些社會學的一些部分 當然以後這部分也會再進一步的說明 接下來各位看到第七頁 那麼對於政治學研究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影響的一個領域就是anthropology 就是關於所謂的人類學 人類學 人類學那麼研究的是人的一些文化的發展 比如說不同的族群的一些特徵等等 這是人類學研究的一個重點 而人類學的話其實我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對於政治學研究在很多方面 具有非常大的一些注意 我們以台灣的例子來說 台灣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我們所謂從事這個本土化研究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在台灣我們有一個很有趣的領域 叫做研究地方派系 Local factions 在台灣研究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當然是政治學的東西嘛 對不對 在台灣的話 其實我們知道全台灣的話 目前來說除了台北市跟新北市之外 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以來 絕大部分的縣市都至少存在 有兩個以上的地方派系 全線型的派系 當然比較有名的 像過去台東縣的什麼紅派跟黑派 什麼高雄縣的紅派白派 黑派 對不對 然後什麼嘉義縣的林派跟黃派 對不對 以前彰化縣的紅派白派還有粉紅派 那麼等等 各式各樣的派系 其實都存在於台灣的各個縣市 除了過去的台北縣 現在叫新北市 它從來沒有出現過全線型的大派系 只有鄉鎮級的地方的一些山頭 台北的話 一直都沒有全市型的派系出現 可是台灣尤其在中南部的縣市 基本上派系是到今天為止 就要主導了台灣的地方政治的運作 上次五都選舉台中縣市合併 胡志祥不太甩台中縣的地方派系 害他差點輸掉 其實派系在今天 他仍然具有非常強大的動員能力 可是在台灣研究的地方派系 是什麼人開始研究的 人類學者 人類學者大概在三四十年前 人類學者變成是國外的人類學者 就來台灣做蹲點 做田野調查 到彰化 到屏東 到台南的鄉下去 去觀察台灣的一些 所謂的地方上的一些運作 因為這是人類學者的專長 我們說這個族群 不同的一些所謂人際網絡 地方派系他們如何的來佈裝 然後重要的是到選舉的時候 如何能夠化成選票 他是怎麼樣來運作的 然後人類學者 為什麼對台灣的地方派系有興趣 因為他發現台灣的地方 因為組織各種這種所謂的團體 利益團體 刺激團體 每個國家都有 那台灣的地方派系之所以重要是 因為他發現在台灣的社會裡面 有非常特殊的不同於國 其他國家的一種 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一種特殊的形式 就是台灣人的社會非常強調一個東西 叫做關係 然後這是當時的 國外的人類學者發現的 他發現人在台灣的社會裡面 當然後來我們發現 其實在整個華人社會都很重視這個 人跟人之間很強調關係 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就是有關係就沒關係 沒關係就有關係 後來他發現這個東西 外國學者嘛 要寫英文的論文 關係怎麼翻哪 絕對不是你想像的那些英文單字 因為他實在找不到適合的單字 他後來怎麼翻呢 因為他們發現英文裡面 找不到適當的字眼 因為英文根本不存在這個東西 不存在於一個字眼很適當 很確切的很精確的那個描述 台灣人跟人之間的這種互動的方式 在台灣一談到關係大家都很知道 都心領神會 我們都很相信這個東西對不對 關係 我們所說有關係就沒關係 沒關係就有關係 我們會透過各種方式做一種人際網絡的互動 比如說一個常常見到的 我們很喜歡搞同學會 為什麼來自同樣的地緣 中部地區來的搞個中友會對不對 南部地區來的搞什麼南友會熊友會 華人在其他國家也是如此 各種China Town等等等等 我們很強調這個東西 那麼各種我們所說的 在政治上的話各種血緣地緣 比如說我們在台灣時常發現 比如說宜蘭對不對 羅東這個蘭陽溪為 這個宜蘭跟羅東不同的地緣關係 山縣海縣形成不同的派系 地緣 血緣 各種因緣 反正各種各樣的緣分 就是建立拉關係 沒有關係也要找關係 比如說搞個什麼結拜兄弟對不對 認個什麼乾姐妹也可以弄個關係 我們很強調這個部分 我們強調關係 我們希望搞人情 把人情做為社會資本 一種Social Capital 它是可以投資的 然後有戒有還的 你有沒有在台灣時常聽一句話 我欠別人一個人情 當你欠人家人情的時候 你就要還人家一個人情 我們是以這樣的方式 來處理人人的互動 當然這運用在政治上 就發展出一張非常特殊的 我們所說的人際關係網絡 這是社會學者在看的 而政治學者發現 哇 這東西好棒 藉由人類學者 他們所研究的這樣的成果 來看待台灣非常特殊的 地方動員的一種模式 這是我們所做台灣的地方派系的研究 它就是脫胎於人類學者 人類學者他們會非常強調我們所說的 這種所謂的血緣地緣 這種關係的一種建構 會非常強調所謂的田野調查 深度訪談的一些技巧 這些都是在我們政治學可以借用 然後豐富我們政治學研究的一些內容 所以人類學其實對政治學 我們只是隨便舉個例子 有非常重要的 無論是在研究的發現上 甚至是在研究方法上 都提供政治學很多的一些注意 這是人類學 那傳統上 傳統上的話 我們會認為所謂的社會科學 基本上我們說過社會科學 簡單的說就是研究人 研究人為主的 當然我們也知道人其實是最複雜的 人是最複雜的 自然科學當然也不好念 可是自然科學很多東西 你可以在實驗室裡面重複實驗 你知道兩個青加個氧一定成為水 可是在社會科學裡面很多理論 你沒有辦法在實驗室裡面重複實驗 不信讀國際關係 有一天你發現一個重大的戰爭理論 來實驗看看 實驗不成功再一次 不可能的事情嘛 對不對 很多的社會科學我們所面對的現象 第一個人的問題不然就複雜 第二個呢 也因為是人的問題 所以很難能夠建立一些 放諸四海而接準的理論 很多理論終究都會有例外 這跟自然科學不一樣 因為我們所面對的是 最複雜的研究對象 當然在台灣 這麼研究最複雜研究對象的人 應該是最優秀的人 但是反而都是二流人才 甚至三流人才在研究 我只過去啊 所以當然不會有太好的一個結果 可是無論如何 我們先回到這邊說 什麼叫社會科學 這一個以研究人為主的科學 基本上呢 以西方的這個社會科學傳統而言 包含了四個最主要的蜘蛛 其實我們剛才所介紹 所以我們這邊做一個總結 所謂社會科學的話 在大部分的西方的大學 像美國的學校的話 這四個系一定會存在 就是最基礎最重要的科系 第一個經濟學 社會科學的四大支柱 Economics 經濟學 Sociology 社會學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學 Anthropology 人類學 好 這是社會科學一般而言說 以西方的標準而言 這四個是不可或缺的 經濟學一也必知 他們最研究的重點 就要從這個字出發 市場 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 一言一必知一個字 經濟學當然最主要就是從市場出發 經濟學的發展 它是屬於社會科學 因為它研究的就是什麼呀 就是研究人類的經濟行為嘛 人的生產 production 消費 consumption 分配 distribution and the福祉Welfare 經濟學所研究的就是環繞在 研究人的生產 消費 分配跟福祉的學問 所以它當然屬於社會科學 變成它是社會科學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你去美國看看 一些著名的學校 哈佛也有這些學校 經濟系一定是在社會科學院 它的傳統就是社會科學裡面 非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當然在台灣有點例外啦 因為台灣的經濟系 很多系都想要跑到管理學院 不太想留在社會科學院 比如說清華 清華經濟系過去在社會科學院 後來就跑到管理學院去了 據說分數就提高不少 不曉得為什麼 因為聽到管理學院 經濟系跟管理反正大一都差不多嘛 一些維基分啊 會計啊經濟學好像都很類似嘛 可是像管理的話 那是所謂applied science 所謂應用科學的 傳統的社會科學經濟系一定是在裡面 那我們是因為受到分數主義等等影響 所以很多的經濟系 我們台大不錯 台大經濟系還願意留在社會科學院 那麼很多的學校的話 經濟系都放在管理學院 那是一個錯誤的分類方式 經濟系當然是社會科學的 四個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社會學 society 團體 社會 相對於國家而言 人是一個團體的動物 它跟團體之間互動 會有虛虛多多一些值得觀察的面向 最小的團體就是家庭 對不對 所以社會學研究從家庭開始出發 家庭的一些事情 團體的一些活動 甚至像一些集體行為等等 這都是社會學研究的一些範疇 那麼政治學一個字來包含state 國家 國家作為一個公權力的象徵 一個權力分配最主要的場所 所以我們政治學傳統上 都是從國家出發 國家論等等來研究政治學 這邊比較特殊的是人類學 Anthropology 屬於社會科學的四大支柱之一 那麼當然它主要的一個字 包含就是culture 文化 我們說族群 文化 這也是跟社會人的一個學問嘛 對不對 人的文化的差異性 族群的變遷啊等等等等 所以人類學基本上 也是屬於社會科學的很重要一部分 台灣有點奇怪 也不會奇怪 像你說像清華或者說東華的話 人類系大概也都是屬於社會科學的領域 只有在台大比較奇怪 台大的人類系在哪裡啊 學院 我們蠻希望它回到社會科學院的 沒有 台大的人類系有它一個特殊的淵源啊 因為最早的話台大人類系是叫做考古 考古系 是由北大一群發掘到北京人的 山頂洞人的一群學者 什麼李濟這些 當時民國38年就跟著政府來台灣 就落腳在台大 就在文學院裡面 因為他們過去那個是跟歷史淵源比較深的 史前史嘛 那些部分 所以就放在文學院 跟歷史是不可分的 他們做考古的一些事情 考古系成立了 那每次考 聯考的分數最低的 就比如說 那一起來考古有些女生 每天就挖死人骨頭 所以誰敢去念那種系 所以考古系歷年來在文學院都最弱勢的 分數最低 然後女生最少 人類 因為我們台灣過去有所謂考古系的傳統 後來就因為 總統因素也改名叫考古人類學系 可是呢還是一樣 這個沒有辦法受到很多年輕學子的青睞 後來那進一步就改成叫人類系 其實他現在改來人類系之後 你會發現整個人類系的失資 其實大部分都是跟社會科學有關的 跟大部分跟社會科學 其實他們要回歸到社會科學我們也 歡迎 聲表歡迎 另外一個跟社會科學其實高度相關的 可能各位接觸會比較少 叫做城鄉所 城鄉所 因為城鄉所最早是做什麼都市規劃 那跟土木系有關的 可是後來城鄉所的發展 也逐漸逐漸其實大部分是跟社會科學 其實他們跟工學院已經非常遙遠 所以城鄉所其實也可以來歸來社科院 因為他們其實做大部分 其實現在城鄉所念的人 也大部分都是社會科學領域的人去念 所以那也是滿奇怪的一個放在工學院 這個放在文學院 其實這跟我們在台大裡面 跟社會科學高度相關的 但是無論如何的話 我們所說的社會科學 這幾個都是高度相關 當然彼此之間也互有影響 彼此之間學科之間 當然有很多的重疊跟互補的部分 傳統上我們所謂的社會科學 就是這幾個主要領域 當然我們也希望 以台灣未來的發展的話 其實念社會科學應該是 非常多的第一流的人進來念 我記得我們大二的時候吧 那時候我做系學會的副會長 那時候我們在辦那個書展 在現在什麼第一活動中心 沒錯 我們那時候就存在 那時候辦那個書展 我記得印象很有趣 那時候我們辦書展 我們就辦書展 前面要掛一個大布簾 這個作為一個廣告 那時候我們就去系上找一個 當時系上一個很老的老師 姓薩 叫做薩孟武 我們請薩老師來提一個字吧 我們放在書展那邊來招攬 結果薩老師大筆一揮 其實薩孟武說的話我根本聽不懂 他說的那種標準的福州話 根本聽不懂 那麼結果他寫了一副那個簾子 我們就掛來 哇每個人都覺得好棒 薩老師他們寫的字就是 這是他時常掛在嘴邊一句話 他說只有第一流的人才能夠念政治系 我們看著說哇好高興 每個人都覺得心飄飄然 就掛在我們的書展上面 對 我們真的希望第一流的 因為我們所面對是最複雜的研究對象 我們研究的是人 人的一門這個學問 那當然不只是政治學 包含經濟學 社會學 人類學 政治學等等 這是我們傳統的社會科學 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其他部分當然跟社會科學 會有相關的 像我們所說的歷史 地理等等 甚至像是這個心理 我們還沒有介紹心理學 這個都是跟社會科學 也會有高度相關的部分 那麼另外呢 跟我們像現在目前第一類組 那其他部分大概都屬於應用科學 像是社會工作 社工 法律 大眾傳播 那都我們比他要說 像planet science 便以美國的標準而言的話 像social work 社會工作 或者說像法律 那都是屬於graduate school 就是大學基礎的學問 學完之後再去念 所以比如說像美國的話 那麼low school 法律學院 就是屬於大學念完之後 繼續深造的碩士的程度 你一定要有大學一些基礎 之後再去念法律 才能夠做比較好的一些法律上的判斷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以哈佛跟耶魯來說的話 想要進法律學院 想要念low school 大學最多的幾個科系 他們大學念什麼 number one 念政治學 念耶魯政治系 畢業之後進入耶魯的low school 念政治學 念歷史 然後念英美文學 還有念哲學 他們大學的時候念這個 培養出非常強的一些人文社會的基礎 再去念法律 這是一個比較適當的一個規劃 而台灣的話是完全四年的法律訓練 是不太一樣的 那麼 所以說當然像我們所說的 像法律啊 社工啊 新聞啊 這個部分大概都比較屬於 跟社會科學相關 但是並不屬於社會科學的一些領域 那另外心理學比較特別 那麼心理學的話當然 因為心理學所研究的東西 基本上它有兩個非常不同的approach 一種叫認知心理 看什麼腦波像什麼 有一次我去中央大學去做這個考察 看中央大學的老師叫洪蘭 然後他的那個實驗室裡面 一大堆那種電子儀器看得嚇死人 倒在腦子上 一大堆電線插在那邊的 他們是做那種東西的 可是另外一種可能就做諮商的 什麼你的心理反應啊 什麼什麼就不太一樣 有一種走臨床啊走諮商 一種是做那種什麼 認知科學的 這完全不一樣 一個可能是比較接近社會科學 一個是比較接近自然科學的 但是呢心理學本身 它會有很多的一些研究 比如說我們政治學裡面 我們也有強調政治心理學 像做比如說最多的應用 像研究一些政治人物的政治人格 政治人格 那麼以後我們會介紹 一些政治領袖都會有一些特質 比如說以前的馬基維里 是非常強調所謂的政治領袖的 要有什麼這個 要這個勇猛如師 什麼狡詐如虎對不對 這個就是對政治人格的描寫 當然政治心理學的話 也會特別一些強調一些 比如說政治信念的形成 為什麼有些人一樣 一樣百樣人 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認知 你可能看兩個同樣的新聞 每個人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像這一部分的話都是 心理學對政治學一些研究 當然心理學本身的一些方法論 一些研究方法設計得非常的精密 這都是值得我們政治學研究的部分 所以我們大致上呢今天所介紹的 大概就是跟政治學相關的一些重要的領域 其實除了這個部分 我還是必須補充兩個 跟政治學其實也高度相關的 課本並沒有提的 除了我們剛才所介紹的 什麼歷史、地理、心理、人類學、經濟、社會之外 還有兩個領域其實各位在政治系 未來四年也會接觸到非常多的 一個我們稱為叫做法律 法律 法律學其實跟政治學有高度的一些相關 政治、法律之間非常非常密切 那麼舉例來說 這是古老存在的一個辯論 憲法 憲法到底屬於政治學而屬於法律學 我們政治學一直會強調 憲法應該當然放到政治系 因為憲法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其實就是國家的政府權利 對不對 人民的權利義務關係 政府的這個組織架構 這都是政治學的東西 法律學者很少去管什麼半總統治啊 什麼內閣這些東西 法律學者教憲法 可能一年教下來 他只會教前面的人權條款 後面的部分幾乎不碰 可是政治學者教那個什麼人權那些東西 只是一兩週一跳過去 全部的重點都放在憲法架構這些部分 所以政治學跟法律學的強調是完全不一樣的重點 所以像這個東西像憲法 到底屬於法律學而政治學 我曾經聽過一個笑話 法律學者說憲法嘛 看有一個法當然應該是法律系教的嘛 對不對 凡是所有有法的都是法律系教的 那一個政治學者說那佛法呢 好不管了這個 但是當然我們說過其實 你可以發現其實政治學者 他們所研究的憲法的角度 跟法律學是不一樣的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必須非常的借重許多法律學者 他們對於一些法律的一些觀點 一些這個研究的成果來提供政治學做一些 做一些商考 尤其在一些人權的一些部分 另外就是關於哲學 其實哲學的一些思維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包含台大哲學系在內 很多人其實做的是政治哲學 政治哲學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們像我們系上研究生 也很多會跑去修哲學系的課 跟政治哲學相關的一些東西 然後倫理學等等 這都其實跟政治學也是高度相關的 所以其實除了剛才所介紹的部分之外 法律跟哲學也是跟政治學有高度相關的 也值得同學們了解的 好我想我們今天上課就大概上到這個部分